第四十八集 龙哨 桑小童呆呆地看着顾可可 心里很不是滋味 可可 你还有钱吗 要不 我借你点吧 桑小童说的是借 而不是给 她怕伤到顾可可 傻丫头 你还能给我一辈子呀 算了 借还是自己找个长期饭票吧 顾可可回头微笑着看了一眼桑小童 然后摸了一下她的脸庞 旋即又赶紧回头盯着校门口 生怕错过莫小于 她认定 昨天那个看起来傻傻的莫小于 一定是个有钱的少爷之类的 虽然长得不够帅 但是这样的人注意的人少 换句话说 自己的失败几率 也就几何性的降低了 莫小于当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顾可可盯上了 因为是先送极可心去上班 所以呢 来得有点晚了 反正报道时间一天呢 再说了 自己这个报道也就是那么回事 把自己的行李放到宿舍 认识一下社友 完事回去再去接极可心 已经等了很久了 顾可可开始有点动摇了 啊 昨天那个人难道是个骗子 要不然怎么还不来呢 小童 我们去美术学院的报道处看看吧 就在那边 顾可可说道 可可 我看还是算了吧 他要是真的在这里上学 你还能见不到他吗 这么猴急 太掉价了吧 桑小童再次泼冷水道 哎 你是饱汉子不知恶汉子鸡啊 我这个假期的家教工资 和在外面打工赚的钱 还是不够交学费的 开学了 我也不想让指导员为难啊 所以嘛 我先借给你 万一你真的能调到那家伙 你再还我就是了 我觉得这还是比较靠谱的 指望他呀 我怕来不及啊 桑小童说道 顾可可想想也是 几乎就要放弃了 但是此时看到门外 又是来一辆豪车 顾可可就是根据车来选人的 所以呢 开一辆豪车 泡妞的成功率是很高的 莫小鱼因为要拉行李 又要送饥可心 所以呢 开的是那辆沃尔沃 大门口啊 有点堵 莫小鱼就摇下车窗 小心地向前行驶 在校园里啊 不允许鸣笛 他也只能是动用人工喇叭了 让一让 让一让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让一让 让一让 莫小鱼不停地叫唤着 喂 你看 是不是他 此时顾可可用胳膊肘 倒了一下身边的桑小童问道 嗯 还真是啊 这家伙又换车了 这车也是别人的 谁没事借别人的车开着玩儿啊 沃 沃尔沃 顾可可的眼神那叫一个明亮 好像是发现了猎物的猎豹一样 分开人群朝着汽车走去 哎 开开门 让我上去 莫小鱼还在慢慢地向前移动时 顾可可走到了车门前说道 哎 怎么是你啊 莫小鱼很惊奇地看着顾可可 旋即又在她的身后 发现了桑小童 于是打开了车门 让这两位美女上了车 怎么不能是我呀 找不到车位了吧 今天报道的人这么多 你居然敢开车来 走吧 走吧 我知道哪里有车位 你按照我说的往前挪 顾可可倒是毫不客气 本来是在后门上的车 居然是脱了鞋 从后座跨到了副驾驶上去了 那依旧是短的不能再短的牛仔短裤 但是呢 今天却套上了丝袜 而那一双丝袜包裹着的脚 直接踩在了副驾驶的座位上 这也还不算完 腿那么长 居然还能盘腿坐着 一只脚伸到了挡位附近 莫小鱼很小心 生怕挂挡的时候摸到人家的脚 那可就说不清了 是啊 我也没想到这么多人 哎 怎么开啊 莫小鱼只能是借泼下驴了 顾可可对这里还真的是很熟 在她的指挥下 七拐八拐的终于是冲出了重围 将车停在了一栋宿舍楼前 然后下了车 那这就是我的宿舍楼了 以后可以来这里找我哦 顾可可很自信的说道 啊 哦 好 莫小鱼心想 嗨 我找你干嘛呀 这么热情 指不定想给我下什么套 莫小鱼 我们送你去报道吧 反正我们闲着也是闲着 顾可可说道 我还有事 要不你们去吧 我先回去了 桑小鱼看着顾可可 在给自己施眼色 于是知趣的离开了 其实莫小鱼 很想和这个江南女子 说句话 奈何人家 根本就不愿意大理自己 所以呢 只能是远远地看着罢了 白色的球鞋 短短的牛仔短裤 几乎是陋齐的T恤衫 再加上高挑的身材 不得不说啊 这顾可可的身材 的确是比一般的女孩子 要出色的多 这一路上呢 莫小鱼收获了无数的回头率 当然了 那些回头率啊 都是给顾可可的 和自己没关系 到了美术学院的报道处 没想到龙又轩也在 他现在兼任着 美术学院的团支部书记 所以呢 在新生开学时 也过来看看 远远的 就看到了莫小鱼 和一个打扮的 青春靓丽的女孩子 一起走了过来 开始时啊 龙又轩还以为是 饥可心陪他一起来的 但是走近了才发现 根本就不是饥可心 而是自己不认识的 一个女孩子 让龙又轩 不得不对莫小鱼 有点刮目相看了 这还没开学呢 就学会泡妞了 而此时啊 在不远处的一个男人 指着正向他们走过去的 顾可可说道 龙少 你看那个女的 是不是在酒吧 骗你钱的那个啊 嘿 真是哪个丫头骗的 骂的 骗了我两万多的酒 到最后居然金蝉脱鞘了 龙恩汉咬着牙 恨恨的说道 龙恩汉啊 就是龙顶天唯一的儿子 也就是这小子 把罗家的肚子搞大了 莫小鱼和他在医院 有过一面之远 但是后来就没再见过了 于是 两名保镖上前 拦住了莫小鱼和顾可可 莫小鱼一抬头 不明白对方什么意思 此时又看到了 慢慢走过来的龙恩汉 心里想 难道是因为罗家的事儿 我去 罗家现在都被你圈起来生孩子去了 你找我干嘛呀 这位小姐 你还认识我吗 龙恩汉尖笑着走到了顾可可身边问道 顾可可做过什么 他自己知道啊 一看到龙恩汉 心说 完了完了完了 自己当酒托骗这个傻瓜买了两万多的酒 这是来找后帐来了 莫小鱼明白了 搞了半天不是来找自己的 此时啊 他本可以绕道走开 但是看了看自己身边的顾可可 这事儿自己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 但是又一想 那自己肯定是打不过这俩保镖啊 而龙恩汉又是龙顶天的儿子 那自己也惹不起啊 那以后还想不想在唐州混了 媽呀 isol上也是龙顶天的儿子 那是什么呀 那是龙顶天的儿子 那么就像风格